马华工会在这两年多跟大使交往 使到我们马华工会做一个政党 也通过这样子的关系 使到我们能够对马中的关系 也附上我们的名义 这一点我想大使馆给我们的协助 实在也让我们非常感动 我们的一点威国之力 希望能够对马来西亚发展华文教育 发展多元文化 促进多元总督的和谐 能够起进一点促进的周围 我们的这些协助的赞助的行动 事发是我们的一切 按照我们基金领主席倡导的 清晨慧荣的周边外交的政策 我们愿意和周边的各个国家 交朋友对于马来西亚的华教的发展 华小啊 读中啊 甚至还有刚刚建立的 厦门大学的马来西亚分校 我们也在尽可能能够做一点东西 大概有超过三十所华文的读中啊 小学啊 大学啊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愿意建立的国质量来促进华文教育 在马来西亚的更好的发展 这倒不是因为华文教育的源头在中国 更重要的 我认为教育是一个民主 是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的发展 繁荣 强盛 在相当程度上 取决于它教育的方法 而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 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种 计划 尊重的计划 是需要特别的 来给关注 交贯 美运 国家的强盛基础在于教育 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些 实际上是一个 互惠 不仅仅是我们在帮助马来西亚的 一些特殊的弱势的群体 或者是 这个机构 我们也得到了马来西亚 各界的持续的帮助 这是一种 饮水思源 互学互建互助的过程 马来西亚曾经 拨持帮助过中国 中国人民对此是 铭记在心 所以这是基于这么一个 基本的外交的思想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年 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 多地做一点 实惠的事情 来帮助我们的一些朋友邻居 共同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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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